明知不可能,还抱有一丝侥幸,每次都要放弃了,还傻逼似的跟自己说一句,一次次,一失望告终,然后才翻轮醒悟,其他方面也是。 所以说,道理你不是不懂,就是不甘心,做人最好状态是懂得尊重,不管他人贤事,不设自己优越,更不秀恩爱,你越成长越懂得内敛自持。 其实,这世界并非你一人存在,做人静默,不说人坏话做好自己即可,不求深刻,只求简单,你活着不是只为好的人喜欢,也不是为了炫耀你拥有的。 没人在乎,更多人在看笑话,你变得优秀,你身边的环境也会优化,不能太急功近利,要敢于给自己时间去验证。 前提是,你得先,以心以意的去付出,去坚持,我觉得最舒适的爱情,莫过于能让你只记得对方的好,可以不抱怨自己的付出,而对方也没有一味的索取。 懂得个人一步,乞丐不一定妒忌百万富翁,更肯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没有更高的眼界,你永远停留在现在的高度,事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。 我对这件事绝口不齐,不代表这件事,对我没有任何影响。 要么是我为了维护我们的关系在忍让,要么是我认为,你已经不觉得我再浪费任何情绪。 感情就是件很奇怪的东西,开始时总是爱的死去活来,结束时千言那语的挽留,也比不过一句, 我喜欢你,但我们真的不合适。 一生而为人,独一无二,本是主角,却常常在别人的生活里跑了龙套, 渐渐觉得,友谊这个东西,已经被世人捧得太高, 它跟永恒其实没有太大关系,换了空间时间,总会有人离去, 也总会有更与当下的你心有想通的同伴不断出现,来陪你走接下来或短或长的一段。 所以,不要他念念不忘,也不要期待有什么回想, 你要从同路之中寻找同伴,而非应在这旧人一起上路, 人呢,一定要改掉胡思乱想这个毛病,否则会要了你的命, 不该想的别多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稳气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